今天带你到日本看到上个月举办的地方选举 而不少年轻参选员高票当选 其中看到这一位啊 这是长相很斯文的帅哥议员 创下日本最年轻议员的记录 25岁当选了东京都区的议员 而这位年轻帅哥议员说他很喜欢台湾女生 还据说曾经被介绍给王文阳的女儿 认识娇娇朋友 浓眉大眼的年轻帅哥 对着一桌资深国会议员一个一个打招呼 他叫中金川酱造 是日本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刚满25岁就高票当选东京都区议员 中金川说自己也很意外 在日本政界掀起的话题 还有不少的女粉丝 帅哥议员却说喜欢台湾女生 原来帅哥议员的爸爸就是日本青台派的中议员 中金川博香 跟着爸爸到台湾访问过很多次 中金川降噪 据说还曾经被介绍给王文阳的女儿认识交朋友 中金川笑说 现在不多谈感情 选上议员后只想好好拉近台日关系 地震之后 日本的政治也起了一些变化 在地方选举当中有很多的年轻议员当选 今天他们也聚集在这里 要特别感谢台湾 和25岁的中金川一样 很多年轻的帅哥美女议员 都在地方选举中高票当选 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台日交流会 说要感谢台湾捐款 也要让台日关系更密切 中天新闻刘凤与中期日本东京早报道